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国斋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千亿都被杀了 而且股脂肪还在身体里 还在温暖 但您持续关注在国际人权日前 台湾各地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串联行动 由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呼应美国一届发起的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 获得台湾多个县市的医师工会响应 台中市医师工会日前召开了礼监事会议 与会的医师有近百位联署 包括工会理事长和一盟理事长等人 都出面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谋利的暴行 在生命书签名完成联署 台中一盟理事长高家军 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的器官 他沉重地表示 这是对生命和人权最大的侮辱 被用以一个强制的行为来去捐赠 他所不想捐赠的器官 那么这对于生命来说 或者是对于这个所谓的人权的一个尊重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侮辱 在妇产科医界享有盛名 同时也担任台中市医师工会 常务理事的李茂盛 对于医术在中国沦为杀人工具 他呼吁 曾经担任台湾中社社长的工会理事陈万德质疑 中国何以每年万起的器官移植 对于台湾病患 境外移植有九成赴大陆 他与其他理事都表示 台湾政府应该拿出作为 这些病人跑到中国去 一下就得到器官 很奇怪 难道是他们的行政效率比台湾快吗 我一点都不相信 那绝对是背后 他背后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之事 我们将来就可以追踪 有哪一个医院或是哪一个医师 他为什么可以手送 有这么多的病人 或有这么多的活体器官 可以让这么多的病人来做移植所用 那这样的追踪下去呢 必然可以让很多所谓不透明的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非法的 这些器官摘取的这个途径 能够得到所谓的截落 台湾近百位医师参与反活摘联署 工会与一盟理事长都响应 之前包括新竹市 嘉义县等多个工会理事长 都出面谴责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这股一介自律的人权行动 正在持续扩大 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源龙秋天喜 赵阳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